话说这次的雪对于辽宁相比上次来说还是相对温柔一些 你看沈阳今天上午就已经开始下了 但是雪量并不大 沈阳主要降雪时段将出现在傍晚到夜间 但即便是出现主要的降雪时段 也不会出现强降雪 那根据辽宁气象今早的最新预报 辅顺本溪铁岭地区 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 还有宽店凤城 宇佳雪转大雪到暴雪 像沈阳安山营口辽阳地区 宇佳雪转中雪局部大雪 大连地区以及登东的市区东港 小雨转宇佳雪或者是小雪 其他地区有小雪或者是震雪 那说到降温呢 我还真是挺替大连人发愁的 虽然说他们那儿只有宇佳雪或者是小雪 但是降温幅度确实很大 今天下午到周一的白天还有大风 海区是七到八级 阵风九到十级 陆地六到七级 阵风八到九级 小爸妈呢都在大连赶紧发个微信 告诉他们多加点衣服啊 而这次雨雪降温过程呢 正好赶上了大连市第五轮核酸检测 这么恶劣的天气啊 防控人员呢和群众在户外 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 大家都辛苦了 从今天晚上开始 辽宁大部分的城市呢 基本上就转为多云天气了 不过呢虽然雪没有多少 但是降温是实打实打 最高气温只有零到五度左右 大连只有八度呢 早间的最低气温基本上就都在零下了 不是 妙姐我听你这么一说 再加上这个西北风一吹 这喜儿心里发凉啊 关喜儿啥事啊 不是多几点歌没听过吗 北风那个吹 不是 还是浩哥给咱们唱一唱 唱了他那个年代的歌吧 你提什么叫我这个年代的歌 你跟我们展示一下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行了吧 得 这让你俩一唱 我这更冷了 这体感温度 我妥妥的又下降几度了 在这儿咱们说的一下呢 也要提醒大伙啊 明天上班时做好准备啊 早高峰车上会容易打滑 大家要打这个做好提前辆 保暖防滑提早出门 其实